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近日一段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 与多人在饭桌上不戴口罩唱歌饮酒的视频 在网络上传播 被质疑带头违反防疫规定 岛内舆论批评 民进党当局在疫情防控上有两副面孔 据台美报道 在视频当中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陈世忠 在酒桌上不仅没有戴口罩 高声唱歌 还疑似有陪酒人员参加 被质疑违反防疫规定 更可能违反台湾公务人员的行为规范 在这样的场合 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游女陪伴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想如果是国民党的话 早就已经下台了 对此陈世忠解释称 视频拍摄时间是去年6月份 当时台湾没有疫情 台北市议员尤书会在社交媒体发文揭批 从2020年6月7号开始 根据台湾防疫规定 公共场合用餐每桌最多8人 而且要采取加格版公块等措施 视频中显然是因为陈世忠在 大家觉得无所谓 对于陈世忠被爆出负面视频 舆论批评称 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声称超前部署 把疫情防控当作成绩 另一方面 台湾防疫主要负责人 却把防疫规定当儿戏 明显是公开一套 私下却是另一套 Jon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